强力水珠一冲 原本长满青苔 会让师生滑倒摔跤的地板 顿时变得清洁干净 是知名作家林立清先生 成立的游喜公司 这个团队聘请弱势者 成就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 更可以回馈社会 其实是在疫情之后看到说 无家者皆有他们其实没有工作 工作机会很少 重新谋职的时候 其实也受到比较多的困 那我们就想说能不能带他们 做一点其他的事 重建自新 让社会可以接纳 让他们有收入 团队清洗西门红楼 蒙甲教会等地后 前进基隆校园 第一站来到成功国中 之所以会跟校园有所接触 是因为我们一个徐老师 跟那个林老师 同样在教会里面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本来是在洗的是 比如说宫庙 他从来没有进入过校园 那我们徐老师跟他谈 那是不是有机会进入校园来清洗 这些朋友做了整整的一天 到了晚上六点多了 他们才收工 那我在看夜自习的时候 他们还把所有的工具收好 很有秩序的离开了校园 有比较干净 就是他这样做是可以帮助我们校园的环境 然后也可以帮助街友们找到一些工作机会 让他们重新回到社会 洗干净的地板和楼梯 幻蓝一新 内师生很感恩 也让长期关心成功国中的市议员 童子伟相当感动 我觉得是一个有很多层的示范意义 当然给皆有机会 让他们有自力更生重生的机会 第二个是让我们的学校也获得一个干净的楼梯 再来就是有很多教育的意义 所以昨天我在学校也看到很多学生 来跟李立青作家来签名 或者是访问他的经验 我想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典范 希望我们未来有更多的学生 或是更多的街友 可以受惠于这样子的状态 然后帮他变成一个很好的循环 有师生主动制作感谢卡 感谢劳力付出的工作人员 及赞助活动的善心认识 从基隆成功国中出发 后续还会前往多间学校 希望从台湾最北的基隆开始 带领落实者洗出自信 回归社会 进而回馈社会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